你们这个店转让了 对啊 不是刚开的美容院吗 没生意啊 等一下 我先来教你 我把你这个店救活 不要吹牛了 我不要吹牛了 有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救活了 我免费做一年的脸 那没问题啊 我带谁来谁都免费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先给你讲讲 你们这个店为什么开不下去 就是因为没流量 所以我们要设计引流 怎么引流 这里贴个招牌 但凡60岁以上的 孤寡老人免费做脸 还未工人免费青黑头 免费做不得开灰死吗 你不是一个月免费100次啊 是吧 你是一个月可以免费一次吗 或者一人一年只有一次吗 可不可以 但是你这个 这个品牌形象就出来了呀 流量就进来了呀对吧 大家看到店里面很多人 就会更多人进来嘛 这是第一招 第二招 你得设计一个毛 什么叫毛呢 60岁的老人免费 那我们这种年轻的小姐姐能不能免费呢 也可以 清洁黑头 办一张99块钱的会员卡 终身免费 终身免费 对 那更亏了吧 你看你就是差价思维 老想着自己亏 做生意得先付出 然后才会有收获 对吗 那OK 99块钱 会不会有人办 不会 你看终身免费 你的生意的做的多差呀 还不没人办 现在每夜卷得很 一元做脸都有 那你就是因为设计的不够好 99块钱 你就不会设计 99块钱包括什么 包括100个面膜 包括100瓶护锁装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亏死了更亏 成本都拿不回来 这100个不是一次性给他 他每次来给他一个 那顾客能来多少次 100次 总有贪小便宜的是吧 来得住哪吗 不行得低销嘛 对吧 消费之后才可以给他 但顾客是不是更有意向 去办这99块钱的会员卡 因为有会员权益啊 99块钱有专属的房间 VIP房 99块钱还有护士窗 有面膜是吧 还有青黑头 你看 想不想 还可以当钱用哦 可不可以 顾客想我们不想 那OK 那我们解决你怎么赚钱的问题 有流量的对不对 有流量的看看你怎么赚钱 我们的护手窗 我们的面膜 我们的去黑头 是不是都是引流品 你靠这些赚钱吗 不靠这些 本来就不靠这个赚钱是吧 所以你要设计利润 你店里面还有其他什么项目 还有很多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身体啊 身体SPA是吧 面部 还有更更一些不能说的项目是吧 女人的不能说的项目 对不对 这些都是利润品 你就是要把流量先灌进来 然后再消化它 否则的话 店里面都没人迟早关门呢 还有一招我在教你啊 你要送你一招 叫裂变 知道怎么叫裂变吗 顾客可以给你带顾客来 A类客带A类客 比如说 你找到你的顾客里面的KOY用户 什么叫KOY知道吗 不知道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就是意见领袖 就是有那种带客人的感觉了 肯定有的嘛 就是话语权比较强的 在他圈子里面 他肯定有群的 是吧 有社群是群组最好 你告诉他99块钱会员卡卖掉了 99块钱就给你 可不可以 只要他给你 卖也亏啊 你还是没转过来 你店里面缺的是什么 关门都关了 你还不如搞点顾客进来呢 办几张大卡不香吗 做几个大项目不香吗 就是把服务产品做好之后 就得有流量 全部给他之后 他一天最少给你带个10个顾客呢 他一天赚多少钱 990多香 所以说你需要有裂变系统 所以引流 引流是什么 免费 那流客呢 99块钱会员 那裂变呢 是让顾客带顾客 你得基于人性做你的生意 否则做什么美业 不如开个餐馆算了 好好想啊